少喝点 别忘了你刚怀上啊 今天晚上 我高兴得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皇上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立我的孩子为太子 立掌立敌啊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就成什么样了 快 快坐下 陪我喝两杯 陪我喝两杯 倒酒 倒酒 你下去吧 不用来伺候我了 不停 你知道吗 今天皇上对我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 要是父母他们还活着呢 那该有多好 这不是该高兴的时候吗 你怎么 是 将来 我会说服皇上 追封爹娘 皇后的爹娘 算外戚 在宗庙里 也是有位置的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 朱家的江山 那我们家 要粘掉一半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姐姐 来 我们庆祝一下 干一杯 你快喝呀 你不替我高兴吗 喝啊 好了 别喝了 你忘了你还怀着呢 你别管我 就这一杯 那好不好 我 是皇后 这是皇上御赐的深酒 轻易轻酒一尊 寄死爹娘 是皇上御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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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曾经说过吗 不会跟想当你主子的人交朋友 你还记得吗 我当时这是瞎说的 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记得呀 我在宫里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什么不知道 可就有一点 你为什么说我不清白 我清不清白 说起来道于你也有干系 太孙妃 家事是假的 你伺候太孙妃 你就清白得了吗 等到那一天 我三尺白铃 你呢 你是陪我吊死 还是自己喝一杯毒酒呢 你还去说 说我姑姑 怎么把我从汉文府里 接出来 你看见了吗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诽谤亲王 你自己知道什么罪过 你家事到清白 可惜九族就要没有了 让他们把脖子洗干净等着 我 我 我没有 我没有说 不知道是谁诬陷我的 是 就算我说了些 那也都是我喝醉了酒 胡说八道的 我会说的 我出去跟他们说 那些都是我喝醉了酒胡说的 是我胡说八道的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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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把你吓得 我跟你闹着玩呢 我什么都不说 我就是个哑巴 我长耳朵来就是为了听你的话 我求求你 求我不要不要我了 我求求你了 你这个小傻瓜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我求你这么一个朋友 嗯 傻瓜 好了好了 不哭了啊 快起来吧 痛痛快快的吧 啊 这一杯喝了 我突然觉得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带走的 女官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那些不值钱的首饰 带过去也没得让人笑话 你收拾了这么多东西 都是没有用的 啊 说得也是啊 不过我总要穿的 还有我妹妹的衣服和首饰 你表妹 想发结个美人还是答应 志向也太小了吧 把我挤下去 直接做太孙妃得了 反正你知道我这么多事情 别的可以协制我 这算盘打得真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人都是会变的 你说了这么多话 不算不行 我早就警告过你 千万别咱俩的交情不到头 你的命就到头了 你看 都被我说中了吧 为了 你怀疑 他以为我不知道 我姐姐叫星梅 他出了钱当了我父母 我不能不为他拼这条命 不停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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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没事 皇上报价 你说让我跪呀 大哭呀 都行 可太后千万别一推六二五 不认账啊 不认账就不认账呗 我看皇上杀了他俩都不冤 什么玩意儿啊 跑出去造反 把老婆留家里 要我是皇上 准备踩了他们俩 行了 现在人家打赢了 说什么是什么 你听我的 多磕头 少说话 有话我来讲 如果他们真的不将情面 敢杀了汉王和赵王 你当咱们真的这么好欺负呢 我手里这点东西啊 拿出来也是要吓死人的 好好啊 太好 起来吧 哭什么呀 皇上报捷 你们跑到慈尼宫来大哭 让别人看见了 还以为你们有多的不情愿呢 太后慈悲 我可真是被他给害死了 太后 王爷的事 我可真的是被他给害死了 他们打打打杀杀杀 回到了家 一句话都不肯说 他们跑的时候 谁都不带 已经把他给害死了 我说 他都不肯说 我跟他说 我现在把他给他 你找到家 他不肯说 他说是 你不肯说 我不是 不肯说 我从来不过问皇上的事情 我的身体也熬坏了 你们请回吧 太后 太后 太 太后 如果我们家王爷听话 能不能让他回去九番呀 地方小点都没事 就是呀 太后 您就当没这回事 大家还是好好一家人嘛 你 要是你们不那么逼我们呢 皇上让给你们当也行啊 仁宗的身体就是登基这十个月 给熬死的 当成没这个事 好啊 你们把仁宗还我 把我儿子还我 好好的一家人 为了当个皇上 死的死 走的走 两头见不着 现在说这个话 晚了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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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儿子